相信很多火箭队球迷已经知道了,火箭队和太阳队的交易已经完成。 火箭队送出莱恩安德森和德安东尼·梅尔顿,从太阳队那儿得到布兰登·奈特和马奎斯·茨里斯,像很多球迷意外的是,莱恩安德森为了这笔交易尽快完成,同意将他现有合同,最后一年的保将薪税从2130万美元降到1560万美元,安德森为火箭队搬送火雷锋,采放期570万美元,很多人忽略这点。 我们很早之前就知道莱恩安德森的合同是非常棘手的,火箭队一直很难将他交易走,如今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不送上首轮签的情况下将安德森交易到太阳队,还让安德森心甘情愿是当降低,最后一年的保障金额,是数全要交易,为季节增麦金泰尔对此感慨。 现在我们都知道莫雷是如何能做的,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了,话说回来,我们需要明白三方促成这笔交易的考量点。 火箭队交易走来的安德森,不仅处理掉这块几手合同,还减少了奢侈税支出,太阳队对送走布兰登耐特和马奎斯·克里斯并不心疼,安德森是他们想要的类型,能够帮助得能不可拉开空间。 据沃神爆料太阳队会给安德森首发位置,而德安东尼·梅尔顿是太阳队想要的潜力股,他虽然是一名二轮袖,但在夏季联赛中证明自己是有首轮性实力的空位。 至于莱恩安德森,表面上他将现有合同最后一年,的保障薪水从2130万美元降到1560万美元,放弃570万美元的薪水,是为火箭队做了一次火雷锋,实际上他更多是出于自己的长远设想。 首先安德森在火箭队的角色已经大幅度弱化,他在防守端的劣势被不断放大,这让他在讲究无限换防的火箭队中逐渐失去位置。 如果火箭队不将安德森交易走,他下代季能够出场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欠,这不利于他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争取下一份合同,搞不好他在这份合同结束后,就只能拿个底线了。 其次,太阳队能够给莱恩安德森机会,给他想要的首发位置,他在太阳队不会承受太大的防守压力,被对手坠着打的几率也会下降。 安德森有稳定的上场时间和机会,就有机会在进攻端大展身手,要知道他上赛季技球投三分命重率达到38.3%,当他处在大空位,身边6英尺内无人防守。 三分命重率超过41%,如果莱恩安德森先赛季能够在太阳队打出过去再踢户队出色表现,他有机会在未来留在太阳队,拿到年薪一千万左右的长约。 即便在明年夏天被太阳队码断,安德森也有机会拿到一份中产起步的合同。 毕竟在这个疯狂投三杯球的时代,像安德森这样的三分射手还是比较抢手的。 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就能明白安德森为何愿意放弃570万美元薪水。 他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肯定和赞扬莱恩安德森的职业态度,相信火密不会忘记他在赛场内啊兢兢业业的表现,以及对于社区的贡献。 即便自己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交易留言中,即便自己在火箭队的角色逐渐弱化甚至经常做冷板凳,但安德森并没有公开抱怨,也没有逼攻火箭队高层,也没有成为火箭队更衣室的疑患。 这些都足以让火箭队球迷对他说一声,谢谢。